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a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you're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tate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大家好 这里是六个家 很多人就是想让我穿丝袜这个东西 真的是搞得人家有点害羞 那我今天就出一个袜子的合集吧 这期视频就给你们说一下关于袜子 现在这个袜子不仅仅是保护我们的脚丫子 还可以去当做一个时尚单品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陈列一下不同的类型 如果你穿好的话 不仅可以提升你整体的一个搭配效果 还可以去对你的腿型和你的身材 起到一定的修饰效果 各种长度的袜子对于腿型的修饰程度也是不同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手里面拿这个鱼网外 这种丝袜 如果你穿好的话你就是一个时髦镜 如果你穿不好的话 你就会穿出一种很艳俗的感觉 今天六月就教你们 让他们如何成为你们的时尚单品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继续看下去吧 鱼网外是近期流行起来的一个时尚单品 大家也可以不用再带有色眼镜来看待它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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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5磅了 如果你穿好的话真的是非常潮的 而且穿好它的话 你就是这条戒上最亮的盖盖宰盖 就是这条该上最亮的盖 还有的就是鱼网袜叠穿法 你可以在鱼网袜的脚上套一双黑色袜子 再穿拖鞋 为什么要套黑色的袜子 为什么不能直接穿拖鞋 超过鱼网袜 你知道它就脚趾头就会 出来 这个第二个呢 是一个小孔的鱼网袜 是我所有鱼网人最喜欢的一个 因为它时尚感很多 它是在闪钻的那种 所以的话 身上尽量穿的素一点 可以穿的稍微性感一点 欧美一点 配上这条斯瓦 然后上面如果你一定要搭配的话 你可以搭配一个同样很闪的墨镜啊 或者说耳饰啊这种相互 呼应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呢就是霸道女总裁溜溜酱了 这双袜子的话 其实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除了我这样的一身装扮呢 你也可以配一双就是骑士靴 内搭不用换 外面换一个短款的皮甲 可也是一个非常亮眼俏皮 然后带一点点小性感的装扮 这下三个呢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中筒网 然后我选择了 就颜色比较迥异的三个 然后给大家搭配一下 这个的话 其实就适合比较小清新一点的 产力还是蛮足的 这下这个灰色的话 我会选择去配牛仔的套 这个的话就可以配一个同色系的卫衣 剩下两个呢 就是小腿袜了 小腿袜顾名思义 就是修身小腿的 它这个长度呢 是可以很好的去放大你小腿的一个优势 然后像我手上这个黑色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 它带绑袋了 在这种黑色很单调的颜色上呢 有一点点亮点在 然后剩下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这个颜色非常跳脱 就是如果你要是运动风的女孩子 就可以配红色系的衣服 短袜的优势呢 就是将你的下半身的板块化 然后去突出你一个腿部 夏天嘛 毕竟是一个露大腿的季节 所以说小短袜穿起来 美不美 还是要看腿的 那今天呢 所有的袜子呢 全部在这边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分那种连体袜 中筒袜和那种小腿袜 我说一下吧 连体袜的话是适合所有人的 因为它是黑色的 它可以很好地去修饰你自己的腿型 从视觉上呢 可以显瘦 而中腿袜呢 就不适合那种有小腿肌肉的 这样的话很容易就穿成是踢足球的 那今天的总结就到这里了呀 看在溜溜掉 还给你们辛辛苦苦 换了这么多套衣服 然后还给你们对症一下 然后我就知道你们耗着一口哦 然后还给你们拍这个视频的份上 记得我可以吗 拜拜